9月25日是杨硕和王黎娃举行婚礼的日子,晚上,杨硕的工作室,晒出了婚礼仪式上的照片,当场的宾客也分享了一些自己拍到的,仅从这些图片,都能感受到他们的幸福。 杨硕穿着一身蓝色的礼服,紧紧的圈着老婆的手,笑得像地主家的傻儿子,王黎娃举穿着一些白色婚纱,娇羞的低着头,今天就是最美的新娘,娱乐圈很多明星都喜欢把结婚的地点选择在巴黎岛,所以在大家的心里,也就觉得巴黎岛楼上了一层浪漫的色彩。 这次,杨硕同样选择了巴黎岛和妻子举办婚礼,婚礼仪式在海边举行,十分温馨,两人的背影都很登对哦,王黎娃一路上都很害羞,杨硕深情的看着妻子,深情特别温暖,小毛驴和小汤圆兄妹俩站在了一旁,穿着白色的礼服当小花童,一高一矮,一胖一瘦,特别可爱。 可惜爸爸去哪儿延拨了,不然职场婚礼的热度就会更大了,最羡慕那种先有儿子再有女儿的家庭,有哥哥保护的妹妹是幸福的,女孩子都希望自己经历一场有仪式感,并且浪漫的婚礼。 其实不少人选择先领结婚证,再生孩子,日后再不办婚礼的原因都是没有足够的资金,办自己想要的婚礼,对和杨硕也很大方的坦白。 在对王林恩表白的环节,杨硕说了一般话,很实在也很真诚,那时候我跟我老婆说,老婆,你老公现在穷,我没钱,等以后我赚了钱,我一定给你补,一个像样的婚礼。 这一等,八年,儿子有了,女儿有了,能力也有了,我跟我老婆说过那么多大话,终于有一样,我兑现了,幽默中带着泪点,难怪杨硕之前晒出了两人依偎在一起的海边罩,并说到,九月二十五日,完成承诺,要知道现在演员很多,但是这个圈子里有多少默默门,一直都在跑龙套的人,不是你想红就能红, 你想有戏拍就有得拍的,所以王林恩在杨硕未来不确定的时候,还愿意嫁给他,为他生儿育女,这样的汤糟之妻,杨硕就必须好好珍惜和感激,今天工作室也晒出了新人从早上醒来化妆,到接新娘欢节的照片,可以说是很多人都羡慕的,别说是新郎新娘,就连伴郎和伴娘都换顾好几套了,小汤圆应该是 三变的花童,漂亮的像个洋娃娃,结新的过程看起来分为也特别嗨,昨天晚上,两人还办了零件晚宴,现场照片不值得也是高端大气上当次,非常的唯美浪漫,此生能有一场这样的婚礼真的无憾了,杨硕做到了当年的承诺,给老婆一个像样的婚礼,婚礼仪式上,新娘抛花球, 旁边帅气的王凯真是超强劲的,在旁边就是董子健,两人的腿真是不比不知道,一笔吓一跳,董子健旁边是萧敬腾,萧敬腾身后是徐正希,都是明星朋友担任伴郎,场面十分热闹,被这么多新人朋友见证婚礼是很幸福的一个过程,但结下去,又会回到惨你,油盐嫁醋,查得平淡生活,希望早已度过七年, 这样的两位,以后每一天都能开心,继续相爱下去。